刚刚结束的2017,到18赛季英超第三轮的比赛中,切尔西克成2比1战胜了纽卡斯尔,取得了开机三连胜,也攀升到积分榜第二的位置。 而沃特福德泽2比1战胜水晶宫,同样取得三连胜,超越了曼城排名积分榜第三,只是以晋升球的劣势落后于第一和第二名,而今下花费了1亿多亿元的富勒姆,也终于取得了首胜。 主持4比2拿下了伯恩利,切尔西克场面对纽卡斯尔,虽然他们拥有81%的控球率,但是他们踢的其实并不轻松。 纽卡和此前面对曼城的狼队一样,就是防守反击。 而贝宁特斯排出的5后围的战术其实也非常成功,切尔西虽然有不少进攻,但是真正能够威胁到纽卡球门的时候其实并不多,反观纽卡在反击中踢的有声有色。 比赛第76分钟,阿龙索突破进入纽卡禁区,赤尔防守时拉人犯规,主裁判果断判罚点球,挨扎尔一蹴而就,不过切尔西并没有高兴太长时间。 比赛第83分钟,纽卡在一次反击中游和赛路投球破门,双方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上。 第87分钟,阿龙索扫射,纽卡球员耶德林不胜自败乌龙,最终切尔西幸运地拿到了3分,阿龙索造点二扎二点球破门纽卡班平比分纽卡球员自败乌龙,沃特福德本赛季状态火热,他们首轮比赛2比0战胜不来断,四轮比赛3比1击败不温利,而本轮比赛又2比1击败了水晶弓,球队拿下了三连,胜。 这也是他们在顶级联赛中,第一次取得如此梦幻的开局,另外一支获胜的球队富勒姆在今夏转婚市场上,花费超过1亿欧元,但是球队却遭遇开局两年半,不过富勒姆输球并非实力不行,上轮队阵热刺的比赛中,富勒姆及时丝毫不落下风,只是欠缺一下默契,而本场比赛,富勒姆终于开始爆发了, 他们主场4比2,拿下了以防守助撑的伯恩里,取得赛季首胜。 本轮赛后,利物浦、切尔西和沃特福德三对同分排名第一,曼城排名第四,埃森纳获得首胜之后排名第十。 至于曼联和热刺的比赛,将在明天凌晨举行,射手榜方面,富勒姆的米特洛维奇,沃特福德的佩雷拉,埃福顿的理查利森和曼城的阿奎罗,利物浦的马内都打进三球,并列射手榜榜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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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